那如果再更激烈一點了 除了你手電筒可能來不及了 如果說今天有突發狀況 那我們有可能配辣椒水或辣椒槍 辣椒槍 對 這是合法的 對然後它是辣椒罐 辣椒罐 歡迎收看漢桃天下 我是漢志 台灣大選剛結束 美國大選即將在眼前 那他們周邊都會有一些 穿著西裝戴著墨鏡的標型大汗 還有很多藝人身邊旁邊 都有一些維安的保鏢 上次帕葛奧先生到了台灣 我們也請了幾位帥哥保鏢 來維護帕葛奧的安全 所以其實對保鏢這個行業 我們也充滿著好奇 今天帶你們來看看 究竟保鏢這兩個字怎麼寫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IBA國際保鏢協會三位資深人員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保鏢這一個行業的故事 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你好我叫Eric 目前從事這個行業 大約有12年的資歷 大家好我叫William 我本身從事保鏢的計畫在一年多而已 大家好我是Groos 然後一樣在保鏢行業做了一年多 我們做保鏢的資歷有十幾年然後到一年的 可是如果要考到這個保鏢的執照 需要有什麼門檻嗎 首先呢他會對你做身家調查 背景調查 要有良民證 然後有無負債紀錄 然後跟那個無造勢的證明 連造勢都不行 我們會跟你先訪談 先大概了解你的 講說話的邏輯 跟觀察你這個人的品性 或有軍警背景啊 或是武術敵的會加分 評估你能不能參加這個授訓 喔還需要授訓 授訓時間大概有多長 初級訓是七天 一般來說是上完七天的課程 就可以了 對就是會 那只是初階的 那再來就是進階課 進階課的話 就不是每個人 不是那我好奇喔 所以你們搬的這個 這個證書會有初階保鏢 還是說有高級保鏢嗎 會 會 真的有喔 真的有分的 有分高級保鏢 中級保鏢 跟初級保鏢 如果他有良民證 沒有不良紀錄 沒有造勢紀錄 然後他就可以去參加這個考試 然後參加七天完的訓練 就有機會當保鏢 應該說 我們最主要是篩選的合格率 通過率 不一定會那麼高 你能參加 我們會兒給你這個機會 但你能不能通過 那麼合格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們要集訓嗎 對 在集訓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會下狀況給你們嗎 故意下狀況給你們 其實就是很自然的生活中 他就在觀察 就是集訓七天 大家生活在一起 對 那所以你們這七天裡面 也會有貼身的訓練嗎 會 也會有 那我想問 你們那種電影是都會演 就是我請了三個保鏢 可是我會請一個保鏢 把自己演得很像老闆 然後把自己穿得像保鏢 你們有聽過耳聞過這種 有 喔唷還真的有管 就是老闆他要求 他要坐前面的話 不要過空 那你們去不同場合 有身上會帶不同配備 譬如說什麼樣的場合 會帶什麼樣不一樣的配備 通常我們會配合我們老闆今天 要去的地方 或他要做的事情 然後來調整我們身上的服裝 對 那比方說今天可能是 比較正式的場合 所以我們要穿西裝 那穿西裝的話 我個人最基本的配備就是 一支手電筒 對 那手電筒可以做來做 防禦的動作 比方說現在我們在拍攝 我們可以用 一些照的動作 比方說有人要拍我們老闆 或是之類的 然後我們老闆可能 比較不想要被拍 那手電筒照他哪裡 照鏡頭 照鏡頭他就沒辦法拍了嗎 對 就是如果靠近的時候 照鏡頭啊 然後通常我們裝備是 不會露出來的 那如果再更激烈一點呢 除了你手電筒 可能來不及了 如果說今天有突發狀況 對 那我們有可能配辣椒水 或辣椒槍 辣椒槍 對 這是合法的 對然後他是 辣椒罐 辣椒罐 他可以射很遠嗎 大概5到7公尺 那射重的人會怎麼樣 我們還想看有沒有被射重 你可以射我們 沒有啦 我覺得他有啟發原因啦 如果是辣椒水的話 就會往臉部去射 然後讓他可能就是眼睛受到刺激 平常訓練都是以動作為主 動作 可以展示一下嗎 對 就是 但是 比方說今天有 展示一下 你現在衝過去快點 不好意思不要靠近喔 這很可怕耶 真的有訓練很快耶 對 基本上對方如果是沒有拿武器的話 我們也不需要做到這麼多 正常來講 剛剛他給靠近的時候 你應該會先拿手電筒 對 如果我的VIP在這邊的話 要嘛我就是拿手電筒 要嘛就是先擋在前面 對 做主打動作 那如果有拿武器的狀況下 我就會需要用到我的裝備 對 那你們會放什麼甩棍啊 之類的 不會 不會 橡膠槍 橡膠子彈 你有對不對 我記得 那個就是有點像人家說的 鎮爆槍或是 或是那個瓦斯槍 瓦斯槍 所以它長得跟真的槍是一模一樣 嗯 接近 我們身上的配備都還是以合法為主 如果要用槍的時候 還要用槍實質 像比方說 今天我是穿西裝 那當然 相對的我配辣椒槍 就會比較舒服 對 因為鎮爆槍比較大 然後也比較重 如果說今天是穿 戰術褲啊 Polo 3 那我們有 我們自己的戰術包包 那我們的鎮爆槍就可以放在裡面 喔 對 今天如果今天是帶包包的話 裝備又會不一樣 那鎮爆槍的效果打到的話 對人來說 就是 基本上就是 近距離的話 就是會淤輕 我們盡量就是以四肢為主 因為畢竟如果我們 拿鎮爆槍或是瓦斯槍 那我們還往眼睛打的話 後續法律的問題也是會有的 那你呢 你身上會帶什麼配備 對 其實他們剛剛提到那配備的事情啊 是有時候要依據老闆的需求 需求 啊據我 跟在老闆的身邊啊 K董來說的話 他的配備 平常比較會需要是這一隻啊 只是對他來說會比較需要一點 我想K董是 那個雪茄不離神啊 他要幫他太一支 點火槍 沒有雪茄的時候怎麼辦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沒有雪茄的話 雪茄他在保管的 真的 他的雪茄打火機雪茄以前 全部都他在保管的 都放在他身上 他只要一顆眼神 他就把雪茄拿出來 檢討點 點完來 好帥喔 那我們有設計三個實際的情境啊 那待會請他們來演練一下 如果真的發生了 他們會怎麼做 還有他們的臨場反應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大哥 大哥 沒事吧 你還好嗎 沒事沒事 沒事吧 有什麼事嗎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小心有車 小心有車 我知道我知道 等一下 我會把車子 你好了 放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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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我看你這邊抽個雪茄 你不要跟我那邊乘什麼產品 中國產的 五八產的 我們都一樣 這裡酒真的好喝啊 還不錯喝 但雪茄呢 很不錯 所以我可以死 對不對 臭個雪茄一直跟我乘什麼 國籍 什麼事 什麼事 他要進來 他也好 但我們到我們那裡 好 抽等一下 進來 進來 這裡是雪茄館 不歡迎你吧 我們這裡不能抽職業 我們這裡也不是酒店 你還要女服務生坐你腿上 什麼意思 你因為你抽雪茄一分一萬塊 還是兩萬塊 就算是兩萬塊也不讓你抽 還在這邊邊抽菸邊吃邊拿 對不起 我們這裡真的沒有辦法接受你們的動作 沒有素質的原因 上車上車 他沒嚇到 他沒嚇到 好快啊 不用一秒鐘耶 我們今天也模擬了一些情境給大家看 其實保鏢啊 他不是讓你們增加衝突 而是在當衝突要發生的時候 他會降低這些肢體上的接觸 基本他們還是以雇主為主 就是主要以雇主的安全為第一優先的考量 所以無論是你自己的隱私 或是無論是你自己的自身安全 他們都可以做到非常到位